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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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天可能跟前面三位前輩比較不一樣 三位前輩在這個案子上面都有很多的投入跟奉獻 那你一路打到高等法院的判決 那我知道前天的時候 顧律師打電話給我 然後問我看有沒有空來參加這個會 那我一開始就說是什麼事情 他在跟我說有這個判決 那當然我法律也的習慣 我會先跟顧律師要這個判決來看 因為如果看了這個判決 這個判決沒有寫什麼 值得批判的地方的話 可能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裡 然後來參加這個討論會 那可能就 以前前輩研究的累積的成果 我相信在歷史事實的發現上 陳醫生老師跟薛老師他們的努力 事情的從歷史的層面的角度來講 事情到底誰應該負責的真相 已經浮現的差不多了 那從政治方面的角度來看 政治責任的歸屬也不是我今天來這邊談這個問題 最主要的切入點 那我可能就純粹從法律面的問題 以法論法來看高等法院跟地方法院的這兩個判決 那我今天有提供一個簡單的書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書面比較簡單 那我在書面直接下的標題是 是黨國分立的正常體制 還是以黨領國的黨國一體 那其實我覺得剛剛其實陳醫生老師有提到 這個問題的本身直接突顯了出來 這個判決本身最荒謬的地方 那當我看到高等法院99年上次976號 也就是今天的這個案件的判決的判決理由當中 去敘述說說即使國民黨有做過這些事情 但是你不能夠因為蔣介石同時具有國民黨法定帶領的身份 就認為說他是以國民黨法定帶領的身份來去做這些事情 那那一些軍隊那一些所謂的公務員即使是受到蔣介石 以國民黨法定帶領的身份指揮監督 那這個時候他也是以公務員的身份來做 那很難說跟國民黨有什麼樣子的關聯 那其實我看到這個判決的時候 我比較驚訝的是法官在論理上面的這段陳述 那我也大概查了這個判決做成的時間 就是這個判決做成的時間可以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來法官的心態 那個心態是這是一個很麻煩處理的案子 那越簡單越快的方式從我的手上把它脫掉 是最聰明處理的方法 從他個人的角度上來看 所以我光看這個判決時間的歷程 跟在判決書裡面所顯示證據調查的內容 讓我很驚訝的是說 雖然我沒有參與整個訴訟的歷程 但是從判決書裡面我大概可以大膽地判斷說 這個法官沒有進行任何證據調查的活動 他才有可能說在這麼快的時間當中 對於一個這麼重要的判決 但是是以這麼草率的方式把這個案子真的如他所願的從他手中拖走 那如果這個法官今天他只是一個敷衍想要推卸 而且不想要在他手上處理這麼大一個沒有擔當的心態的話 如果單純只是這個樣子的話 可能問題還沒有想像當中的嚴重 但是更嚴重的是說 他在想要推諷色澤 也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判決理由 那一段的內容當中 清楚地反映出來說 這個法官對於解釋這個法律問題 他可能可以是說 在21世紀的觀點去詮釋發生在1947年的事情 那最荒謬的也就是剛剛陳老師所點出來的 就是他既然把在訓政時期掌握國家所有權力的國民黨 是一個以黨領國 可以說是以黨領國 而不是單純的只有以黨領政 那根本就是以黨領國的一個身份 那以今天的角度 把他貶低成是一個單純的社團法任 那事實上我在看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並不認為說 這是一個單純的民法問題 也就是說在今天並不是 不能用民法的方式來處理他 他所應該要去承擔的法律承認 那包括了賠償 或者是一個最卑微的要求道歉 那個都應該涵蓋在這個範圍當中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觀點是說 這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個民法的行為 你必須要從整個國家權力運作 憲政的高度 那同時你還要有歷史的觀點 來去看這整件事情的發生 還有實際上面權力的運作 那因此我在發言稿的第二個部分 我相信書中代理人還有陳老師 可能在之前的書中當中 都已經很詳細的 跟現在成神的法官表明說 在殉政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的黨國體制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不能夠從今天的觀點來看說 國民黨是國民黨 那所謂的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是兩個獨立分開的個體 那蔣中正剛好只是 剛好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那所以你不能因為說他剛好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要求中國國民黨負責 關鍵在於說他會成為那個時候 所謂國民政府或是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 正因為他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他如果沒有那個身份的話 他可能還做不到這樣子的事情 那所以在書面資料當中 大概就把那個時候 殉政時期的約法 以及相關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一些規定 把它給翻查的出來 那其中我覺得一個最代表性的 可能是蔣介石他自己在1931年的時候 他曾經公開的講 那蔣介石我等一下要念 他講的這段話 可能可以說是直接賞了高等法院 那三位法官一個很大的巴掌 就是你們根本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那蔣介石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才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導器官 那國民政府只是在黨的領導下 一個最高的執行機關 那中國國民黨跟國民政府的關係 不是隔斷的 所有的權力都抄在中國國民黨 由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後 才交給國民政府去執行 那這個話不是我們今天扣在 蔣介石的帽子 是蔣介石在歷史的文獻上 他自己的嘴巴講出來的話 那你看完了蔣介石他的這段陳述以後 在看判決書裡面 法官的論理 你會知道說 你會開始很懷疑說 那這個法官是不是外國人 他是不是美國人 還是德國人 就是對於台灣的歷史 對於訓政時期啊 不要說我們講的學術一點 是欠缺歷史的眾生 他可能欠缺基本的歷史常識 那這個欠缺基本歷史常識的法官 可能你從比較寬容的角度上來看 可能說之前所受到的黨化教育 不管是在學校 還是到司法官訓練所所受到的黨化教育裡面 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他今天既然 當了一個獨立的法官 他最基本的法律面上面的問題 必須要把它弄得非常的清楚 那特別是228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最高的決策單位已經 從剛剛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事實上又被架空了 他另外設一個國防最高委員會 那那個國防最高委員會 其實並不是國民政府的組織 那國防最高委員會 因為非常清楚的是黨的機關 他是一個黨的機關 那他是以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 來去下這個命令 做這麼殘忍的事情 那怎麼會用一個單純的 社團法人的角度來看 他說國民黨竟然不需要 為這樣子的事情來加以負責 那因此總結來講 是說把一個在過去殉政時期下面 黨國合一或是以黨領國的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那以單純的透過今天 所謂我們已經轉型的 憲政民主的體制 來加以理解 是我自己認為 在這個判決當中 他犯的最大的一個 一個謬誤 那所呈現出來的是說 可能我們的法官 他還不是 單純的 只是想要推偉卸責 而是 他即使想要推偉卸責的話 在他法律論理的過程當中 也犯了非常明顯的錯誤 那這個明顯的錯誤 會讓我進一步的去擔心說 我國一般在普通法院 也就是這個民事法院的法官 他在整個法制史的認識上 在處理這個外觀上面是 民法的問題 但是卻 你必須要有憲法的高度 來去看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上面 欠缺一些基本的素養 那導致說 他 真的在今天的時間上面 把1947年 掌握 所有權力 那根本不是國軍 那根本是黨軍 他要黨軍去做的事情 把他看成是一個 單純的涉罰法人 那至於說未來 上述最高法院的這個路 以我 過去幾年 對我國最高法院的觀察 因為我持續的在觀察 法國國最高法院 特別是民事法院 他們有一個很嚴重的傾向 那個很嚴重的傾向是說 當然有時候他們為了偷懶 程序上就脫回案子 他不願意下私體判決 但是一個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傾向是說 他們會用程序上脫回去回避掉困難 而且重要的法律問題 他會用程序上脫回 回去回避掉困難 而重要的法律問題 那當然我希望說 這個案子在上述第三審的時候 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能夠有 我剛剛所提到的 有法制止的眾生 有憲法的高度 那來去看這個問題 那把高等法院這樣子一個荒謬的判決 把它撤銷掉 但是我必須還是要講是說 我很擔心他們用所謂的立稿 所謂立稿就是一張紙 那張紙上面寫的內容 每個案子都一樣 他只有換當事人的名字 只有換法官的名字 那用一張刑事的立稿 在程序上面 就把這個第三審上述 這麼重要的案子給駁回了 那我可能也利用這個機會 在這邊鄭重的呼籲 不管這個案件 提起第三審上述以後 分案分到哪一個 審判庭 那希望分到這個案件的法官 還有他所屬的審判庭 不要這麼輕率 把一個這麼重要的問題 透過剛剛所講 那樣子立稿的方式 把它程序上撥回掉 那我想我今天 可能要表達的觀點 就先簡單說明到這裡 謝謝 這段環有個審查庭 那如果說被他審查庭 丟到那個審查庭的籃子裡面 就是用立稿撥回 希望審查庭的法官大發慈悲 把他從籃子上面撿回來 能夠發到 正式的交給這個審判庭 裡面去做一個實例的審理 那麼我們在地院跟高院的時候 就一再地跟法官呼籲 說這個是我們第一次 為了228事件 追求一個轉型正義走到法院 那應該也是最後一次到法院 以後也不再有這個機會 或者有可能再到法院 不過看起來法官都鐵石心腸 不太理我們這樣子的一些呼籲 那我今天來之前 我們也特別先跟蘇俊勇 蘇前大法官來救教 那麼他今天有特別給一個書面 給我們一些勉勵 那我這邊呢 依照他的指示 要特別唸一下 他說陳某顧律師邀請 今天很高興能借這個機會 一來向在座許多女士先生 追求轉型正義的堅持 與辛勞至上個人的感佩之一 二來也就當前台灣 應該如何實踐轉型正義 提供兩點個人的潛艦 就叫各位先進 首先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再一次呼籲社會各界 要以更嚴肅更積極的態度 用實實在在的法律實踐 而不是虛幅的表演正直 來認真處理台灣的轉型正義的課題 我特別要鼓勵台灣的法律人 他提到我跟黃教授了 要扛拒追求落實台灣轉型正義的歷史重擔 轉型正義的問題很複雜 很困難 格外需要有專業能力 有正義感的法律人領導也協助 我們這一代的法律人 由於種種的限制 對於轉型正義的實踐沒有做什麼貢獻 我們做的不夠 只好請年輕一輩多擔待加倍努力 其實我想對於我們當前 追求轉型正義的實踐策略 提供一點粗淺的個人意見 目前各位用民事訴訟的方式 要求法院對228事件的法律責任做出判斷 不論訴訟的成敗如何 這個過程本身應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不過我們是不是要將全部的心力投注在訴訟上 還是要進一步探尋 嘗試其他轉型正義的實踐策略 這一點也許值得在座各位先進再思考 有關轉型正義的跨國學術研究 對於南非等國使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這類機制來追尋轉型正義的經驗 也有相當多的討論 個人認為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在座的各位先進是不是也來推動相關的立法 建構台灣版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制度 在此請提出呢 這裡也建議給各位先進參考 以上兩點潛艇的就叫各位先進 謝謝 這個是蘇達法官在會前傳給我的一份書面 事實上我們在訴訟進行當中 也引述了蘇達法官在他的轉型正義 以刑法陣營的這一篇文章裡面有提到的 他提到說 如果說我國近年來對於轉型正義的處理 讓人有違德不足正義不張的感慨 恐怕是有相當程度 是因為我們的法秩序 特別是刑法的秩序 對於過去威權政府所犯下的罪行的責任 這一個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到現在 是仍然沉默以對的 那我想我以前也提過 就是說在之前 會受到228家屬的委託提起這個訴訟 是因為在之前在台北律師公會服務的時候 那麼林三田教授也是我們的恩師 那也提到說 當時有很多位包括台北律師公會的理事長 因為228的事件而受害 那麼他也認為我們法律人是沉默以對 那麼所以蘇大法官也在這一個文章裡面也說 這一個相當程度的要苛責的是法秩序 就是也對於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特別是責任的追究的這一個 始終沉默以對 那我們因此就必須要去想辦法去 透過一個如果在政治的層面上面是沒辦法處理 那我們也沒辦法透過立法的方式去成立一個真相 那我們透過一個司法的途徑來試試看 來試圖讓司法能夠有這個機會 事實上說我們給他這個機會 是不是來過承擔不要沉默以對 我們就要到這一個人 Katie 李宗盛 在這個我們有一個人開玩笑 在這一個人開玩笑 所以我在這一個人中心裡 甚至一個人開玩笑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蟻棒 在那邊 要到那一位 我們還是會抬獎 我們今天需要自己的生意 我們還是先回答 那一個人開玩笑 我們還是會承擔 我們還是會的 然後一個人開玩笑 我們還是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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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